电站小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阿龙公小米 我们今天过来维修一个花沙 应该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漏的挺严重 水一开水就漏了 果然漏的很严重 滴滴答答都流这么一盆水了 来看一下它这个漏点 从这漏 果然和我来之前预料的这个结果是一模一样 那就是胶点的问题 这种问题维修的话就非常简单了 现在我拆下来把这个胶垫看一下 这个胶垫被压的有多惨 粉身碎骨了吧 这是一个带过滤网的胶垫 它这个胶垫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其实也是经历厂师傅出现的问题 我给你这么看吧 从这看 看 您的您的您您那个罗姆的时候用的力气太大了 把这个胶垫子然后压着压着 夹断 夹断以后露 当时当时肯定不露 所以夹断以后就露了 就这个样子 现在只能给他换一个胶垫 不光换这个 这个也得换 这个还好 这个还没有压坏 这时候就要跑一跑我的白宝箱了 在我包里给他找两个胶垫 换上就可以了 粘的时候不能粘得太好 我们昨天下午维修那个 它里面的焦点压了不说 然后就是您的时候用了多大的力气 把这个罗姆压的从这里开裂 就这个位置裂了裂了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 又换了个新花色 哎呀 可惜了 这一盘水呀 真的是浪费呀 用来洗衣服多好 到了干嘛 现在安装好了 给客户测试一下 开始 他们小区我发现一个问题 水压特别大 也可能根据它这个楼层高有关系 现在通水了 给业主做个测试 各项功能是否正常 不过业主跟我反映说 它这个喷枪用起来不是太灵敏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那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果然在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 这个喷枪就喷不出水 偶尔会大一下 偶尔就没水 不瞒大家 这种情况我也没有遇到过 这是第一次 果然这个喷枪就不出水 但是水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 其他的都一切正常 只有这个喷枪不好使 不瞒 这水压其实够大 这水压够大 你看管子都硬 那咋死 放不出水 哎 有了 这要啪 大家也看到了 这就不行 大家也看到了 它就是这样 偶尔特别大 偶尔就没水 偶尔就特别小 让我无法理解 这难道是这个喷枪的结构有问题吗 还是它是个劣质产品 打开盖子看一下内部结构 也没觉得它有什么问题 一切也正常 放水的话也可以放得出来 然后我就又淋回去了 淋回去以后 哇 有点打脸 更不行了 现在一下都不喷了 这时候还不得让业主怀疑我的水平吗 你这不搞还能喷一下 你搞了一下子 一下都喷不了了 这是不是要砸在我的手里 但是我这脑子好死 立马把责任推卸给了厂家 让厂家给你换新的吧 就在业主家女儿 正在给商家拍视频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 同时打开两个按钮 把这个水压给卸出来 这个喷枪就可以使用了 原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水压太大 这个开关打不开 如果你把旁边的按钮打开的话 给它卸一部分水压 这个喷枪就一切正常了 然后在最后找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了 要不然我还不得带着遗憾离场吗 给人家整了一点水都不出了 不擅长的还是不要瞎搞 大家说是不是 因为他们来说是什么 我还不懂 希望是什么 我们来说是我们说有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我们来说是什么